先搜尋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然後這個給他點下去 好點開之後呢 如果你有帳號呢 就直接從這邊登入 或者是到旁邊這裡 有這個申請手機條碼 那如果你已經有了 可以直接點這個領獎設定 那如果你是點申請的話呢 就是按照這些步驟去申請一個手機條碼 申請完之後呢去驗證 然後再登入 那登入的話它會出現這個頁面 就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驗證碼 然後登入 登入之後呢 你看到上面有這個領獎設定的按鈕 然後你輸入你的身份證字號 然後進來之後呢 就是勾這個期望匯款勾示 輸入你的姓名身份證字號 身份別還有金融機構代號 可以下拉就選 然後輸入你的金融帳號還有聯絡電話 最後把這個未閱讀 手機條碼中獎獎金匯款 服務許之把它勾起來 然後按同意並儲存 然後等到出現出現成功 您已啟用匯款服務 那它就會在下一期的時候 那個 幫你對獎 然後如果有中獎的話呢 就會回到你的戶頭 就這樣設定 沒有去到旁邊 然後先詐待 旁邊 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